我們有好像實體都會問要能不能夠視訊或預錄了 那本來還是覺得說公視方面 這個 format 因為一起吃東西是裡面最重要的部分 而食物難以傳遞嘛 對 但是後來好像找到了一些方式 把他們做的菜傳過來 所以就好像還是可以視訊做做看這樣 掰掰 嗯 他說他有待 好像再找一次 我們在看你的VR眼鏡 等一下 我要不要把聲音打開 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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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等4秒 9點沒關係 哦 Hello 大家好 Hello Greetings I'm Audrey 我是唐鳳 Hi 我在行政院 Hi 你好你好 你是Tim嘛 然後BOBO BOBO BOBO 是 Hello 要一個一個介紹一下嗎 媽媽好 爸爸好 是 你好 是 你好 Hello 兩位好 你們 對 你們現在是在戶外啊 啊 OK 哇 好漂亮 陽光非常好 OK 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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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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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可以 hello 嗯 對 嗯 OK OK Really happy to meet you really happy meeting you yeah yeah I was listening to your album while I was cooking this morning yeah turns out it's in iTunes music so but thanks for the CD Mm-h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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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at's right It's a social technology Certainly Of course of course Please do please do Mm-hmm Mm-hmm OK Mm-hmm Mm-hmm Oh wow Look at that Yes Yep That's right Ah OK That's right That's right Which is why it's in mid-air It's almost like installation art Uh-huh Yeah maybe a couple of million years more but yes Uh-huh OK OK Wow Well it's like literally everything is outside Mm-hmm Yeah Yeah Ah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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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ight Uh-huh That's right That's right Wow Uh-huh Uh-huh Yeah Yeah OK OK Uh-huh OK OK Right like a stunt Yes So 它是冷凍的吗?因为我看到所有的食材料 哇,OK 啊,OK 是的,它看起来很酷 嗯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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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哼 嗯哼,嗯哟,嗯哼 we're showing empathy to pretty much the rest of humanity OK,嗯哼,嗯哼 一个理论的献员 我的这里是我的厄介 21个集中屋 所以我们在《Xinzhenruan》 有一个好地园吧 有没有 christian家里 有什么坚 converts 这里是很明显的 我非常喜欢这个棺子 我做了很多拍摄,拍摄,拍摄 但是我们要吃午餐在我的房间 所以我认为他们会拍摄我 慢慢走进入房间 这是我现在做的 所以你会在我们逛餐 我们在我们的午餐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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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到了 它是全装了 OK 练 练 我希望能看 能够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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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是 是 是 因为我认为 我认为 是 如果您不得到 有很好的 您可以 我认为 可以 我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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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 我的 我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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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 的 都 是 《非诚》 《非诚》 Yeah, right. So there's some VR gear but we're not using VR for this particular meeting. But they do have a projector, so they can also film my screen as I was video conferencing with you. Uh-huh. Yeah, it's just an overhead projector. 啊, okay, cool yep, yep 啊, okay right, right, the nature makes itself in that's excellent ah, okay, okay, all the badges okay, right, right, so I think, yeah, they want the full resolution desktop screen, so I will cut the connection here and we will reconnect soon, okay, cheers see you in a bit, bye bye ok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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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ay okay, okay, okay okay, okay, okay okay, okay, okay 你那個有版權不能現在放 好 那你就自由的交換 那我們等一下先試試聲音 所以要放出來 你們有聽到嗎 有 我們也有聽到你們 有 所以他們聲音會放出來 那我就不用耳機了 這邊也要放出來 對啊 耳機只有麥克風而已 有 耳機只有麥克風部分 喔 OK 有 這就是 這就是 這就讓你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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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你好 你現在更大 對 請他們嗎? Yes, yeah, I guess I can, you know, zoom out a little bit so that we look proportionally the same. But that way I wouldn't have any way to reach the lunch, so anyway, let me move closer. 好啊,所以你們都OK了嗎? 需要再往後吹嗎?筆電? 沒有,這樣很好,這樣很好. 好,這樣很好,這樣很好. 好,這樣很好,這樣很好. OK,你錄了嗎? 有。 所以我講話現在你們聽得很清楚嗎? 都OK嗎?好啊,OK. 好,那我們開始囉,那筷碩哥要喊一下嗎? 我試試看一下板,你們那個Echo蠻大聲的 我們Echo蠻大聲的 對,因為他們現在把你們的聲音放出來 對,可能還是要用耳機 對,那你輸出要不要就... 就你這樣從後面帶就可以 因為我們有設定那個喇叭從這邊出來 但你家麥克風從這裡出來 但是我的意思說,這樣子還是會有Echo 因為我的麥克風在這邊 一定會收到上面的音 好像我們早上試試,因為距離夠遠 OK 要不要試試看 好啊,你們再說說話看有沒有Echo 這樣子 有啊 有 等一下,他現在是不是設定在... 有啦,Echo Echo很清楚 對啊,已經是這樣了 已經是外間麥克風 對啊,因為你上面還是會進到這裡來 還是上面可以小聲一點嗎 剛剛試辦電話就沒有Echo 等一下,我們把那個... 喔,還蠻小聲的 可以嗎? 那個擴大機的喇叭關小一點 對 OK 這樣可以嗎? 這樣子呢 沒有,你要他們講話 我們才能做Echo 聽起來有比較好 現在有比較好嗎? 但是還是有Echo 對啊,這沒辦法 那這音量再小一點 對 好,那再繼續減小 這樣講話一下 那樣子你們聽到嗎? 那有Echo嗎? 應該沒有 沒有 這樣子就沒Echo了 有比較好 有比較好了 比較好 好啊 這樣會不會影響你吃飯? 不會影響我吃飯 但是我完全聽不到他們講 不是我說那個線 線不會影響 但是我這樣聽不到他們講話 上面聽不到 因為我現在這個是入耳式耳機 它聲音並不這樣出來 知道,聲音現在在這邊 對,但我戴入耳式耳機的話 我就等於戴耳塞 OK 對啊,所以我只能掛一邊 對,對,對 還好,我這方面經驗還蠻豐富的 沒有,我戴一邊耳機就可以了 現在我只戴麥克風這一側的耳機 所以這樣子我就聽得到你們沒有問題 我現在聽你們還算清楚 所以如果你們現在Echo的情況可以接受 也許我們就這樣走 可以聽得到嗎? 可以啊,可以 對啊,好啊 沒問題啦 沒問題啦 我之前在類似的狀況的時候 我家裡有一個監聽耳機 專門就是拔掉一邊 然後就只戴單耳 就是為了這種情況 好喔,那我們這邊OK了 那賀壽哥幫我們喊一下 我們就開錄囉 要不要拍一個板 一下 開錄了 好,拍一下 沒有拍到畫面 拍一下 太遠 好,開錄 勒格很窮 好 所以我如果講中文的話 就是包包會翻譯嗎? 還是怎麼樣? 對嘛 OK 那但是就是 所以我們現在是 我先開始嗎? 還是 他們先 他們先 OK OK Yeah, yeah I've said for me But him doesn't think He doesn't think anything OK OK It's OK I can order iced coffee and sip of it OK Well, that's something We only have an iced coffee at the man's house OK OK Alright That is something 好 好 那聲音再打兩個 好啊 那所以 因為你們的那個菜已經擺出來了 但是我這邊還沒有擺出來 所以我想我就先介紹午餐好了 對 那我通常是 就是自己做菜 所以這是我今天一大早起來 然後聽 就是Tim跟寶寶的那個專輯 然後一面聽 一面聽 一面做菜這樣子 那 對 那這一次的便當 它其實只有兩道菜 那一個是 就是 香菇 那這個 可能看得不是很清楚 所以我還有 正確的照片 就是 青江 青江豪谷 因為這個是 在那個社創中心 我們 輔導的一個 新創團隊 那 a startup team called fresh recipe 想除好食 那他們會把 洗好 切好的這些料 就是 固定每個禮拜 然後摘配到我家 所以 我的好處就是 我不用切菜或洗菜 但是可以自己控制 就是用多少油啊 鹽啊 這些 所以這是一道嘛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 蔥燒豆腐 那同樣的 他會說 這道菜只要十分鐘 然後 他會一小步一小步的 教你怎麼做 這十分鐘 而且說 如果中間在等的時候 還可以去煮湯啊 之類的 所以是很方便 大概 你們大概三首曲子播完 我也就做完了 所以大概 十幾二十分鐘 十幾二十分鐘 你應該會有一個更多的 餐廳 你應該會有一個更多的 餐廳 但是 是一道菜單 所以如果我吃五餐廳 我沒有吃過 餐廳 我沒有吃過 這就是 我餐廳 然後 這是 豆腐 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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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椰子 食物 和 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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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可以處理一下 Echo 還是有Echo 有Echo 有Echo 回到 我們這間 家庭的麥克風 然後 我們 不要用耳機呢 因為我一前請 他麥克風就離那個邊境 對啊 所以 我們都不要 如果你不要用喇叭可以吗 对啊我一开始也是说干脆就全部用耳机算了 你不要用喇叭没关系啦 因为我们能知道你们两个吗 好 对啊 那就只有我们注意听不到 不过没关系 就是我们如果想要知道怎么我们就 要试试看 早上用这个是没问题的 你觉得是耳机的问题 好哦 试试看看 OK 来 好 试试看哦 这个 这样子呢 好 我知道 好啊 我们再试一次 现在是换成苹果的耳机 线控耳机 有好一点吗 你们讲话还会echo吗 果然苹果比较厉害 对嘛 他自己有侦测到环境音就距离降噪 这叫什么语音散景啊 Pokeh 就是一定距离以外的就不收音 好 我们继续了 所以这样OK了 好啊 那 你有见尽耳机吗 有 我有 OK 那大家OK了 那你们要介绍一下你们那边吗 我们刚刚介绍的菜要重新讲吗 你们准备吗 这就是我们的午餐 OK 啊 这就是这里 在南岛 所以这个通常是什么 不是很幼稚的粘子,但我们吃了午餐 所以我们有自己的炉子,所以我们煮的炉子每个星期 所以我们有这些准备,这些是食材的食材 我们可以煮一个炉子 所以这个炉子和鱼和鱼 我們在這裡的地方是Lanjiao 這是不像是用的 佛教的佛教學 他們不是要求佛教學 他們不想要佛教學 我可以不想宴教學 他們不想宴教學 所以他們是不同的材料 很中心中的中心 這個動作是一種店 來自他自身 我愛他們的材料 是的 而且美食和美食和豆腐 我試用了一些材料用來用不同的材料 所以這是大根 是比較像蔓廉的 所以我醃製了 來做中西的蔓廉 那每個廚餐都會有 所以它是很好的 Awesome 大家可以做自己的瓶製 看看這個 這個 我一種狗的豆子 它是從海的樹木 我們有農子 一些農子 一些農子 很可能 很強 很强 和拼命的 我好像可以嗅到的 在上缸上 對 你的確,你應該是要好處 真的很棒 它是反对地的 很棒 其實昨天 我們昨天 有用我們的披薩 搞的 做一道菜 是嗎? OK 對,所以他們會 突然出現了披薩 突然出現了披薩 突然出現的披薩 這是茄子嗎? 我不知道在 在運動過程度 沒問題 很香,非常香 謝謝 這個感覺上 連晚餐的都 可以一起吃 那我今天就不吃晚餐好了 每個人在Italia 都說 你不可以做的 做薩薩薩 我們可以被拘捕 食物警察 好啊,我們就開始吃吧 好啊,我們就開始吃吧 嗯 我就先從披薩開始吃好了 很香,很好吃 很有嚼勁 很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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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有什麼東西 不吃的嗎? 嗯 我們的動飽法 保護的動物 通常我不吃 那在台灣的話 就是脊椎動物 那 好比像說 像在英國的話 現在他們章魚啊 透抽啊 也保護了 因為覺得說他們可以suffer 就會感受痛苦 所以那些現在也比較不吃 所以就像剛才說的 這家就是想除好食 他用 有時候會用雞蛋 但是都是 就是自然放牧的 那所以 嚴格來講 還是Vegetarian 但是就比較是 Animal Welfare Vegetarian With some oysters 這樣子 其實不是很嚴格 只要東西夠好吃 有時候就會破解 那但是 這個我都很老實 我十四五歲 有看到那個 Peter Singer 一個哲學家 有本書叫做 動物解放 Animal Liberation 那裡面就有提到這種 就是會感受痛苦的動物 他不吃 的這樣子一種想法 我覺得他講的很有道理 所以就盡量的來做這樣 他聽到了 他就是 認識 他 他就是 他這位 更為奇 他有 是 那 本來 and that's a huge motivation for meis that look at what this earth what this small island can sustainand we've written away to respect thatand this is this is one simple thing we can all do some of the other changes are a bit bigger and a bit more difficult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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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非常感激烈 我非常感激烈 鲜猪肉 和其他人 我会不会 做到一种食材 只要做一种食材 我可以做一种食材 用食材 和其他食材 更多的食材 那么多的食材 有个更多食材 有些食材 和其他食材 都不必要做 那些食材 那些食材 你会尽管 哪一桌的食材 我都喜欢 我比较喜欢这种混合起来的 所以好比像说刚才提到说 披萨上面放一些意大利人不合上的东西 这个我就很喜欢 或者我喝茶的时候 我也很喜欢把茶包混合起来 像这个绿茶跟牛棒茶 什么薄荷茶跟花草茶 就是不同的 这个我猜这可以说fusion 就是融合式的我就很喜欢 但我喜欢非常地认为的 和思考的关系 和食材的食材 特别是我们艺术的艺术 和艺术的艺术 和艺术的艺术 和那些工具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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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ere they come from over generations what they're made from this is very much the thing about music because I believe you know like the instruments themselves like the medium is the message the instruments just themselves have a message in them about their creation about their cultural connections and we really it's one thing in our project we hope by recording with these musicians that represent a cultural lineage from the places where there's ancestors with the generations singing in the music the language that comes from that place that's been shaped by living with that place and with those instruments that even even if they're not singing about these issues and the lyrics the music itself has an inherent we have a sort of statement about our relationship to that place which for us is very much Taiwan because our music project works with the musicians that share the Austronesian heritage which came from Taiwan that's right that's right yeah I visited New Zealand three times during my work as digital minister s since August 2016 Christchurch, Wellington, Auckland and so on I was very touched by the Maori connection and I was very surprised when a Maori delegation actually joined me in the Executive Yuan after a couple years before after I first visited and then they danced to the Ancestral Spirit here and it's very interesting it's a very deep connection yeah yeah we have a lot of desides the album we also have council tours and we have seen like a lot of the times when our musicians come together they're all from some different countries but when they come together they will be counting numbers and like discovery a lot of words they all share oh yeah oh yeah like three or four out of ten digits have shared roots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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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ich makes me wonder actually like even from Taiwan Taiwan Yep yep they count to ten and the same with the artists from Madagascar and Krapa Nui the people are is so we did a ten based counting and that seems they must have left Taiwan with a ten based counting that's exactly right yeah it's digital like ten digits sorry at least yeah they wouldn't have left unless they were confident they had the science the technology yeah you know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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design of their boats the navigation the way they carry the food yeah the pathfinding the art of pathfinding yeah yeah it's quite an amazing story really that for me it's like it's like up there now that you know we're voyaging beyond our atmosphere mh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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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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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ll definitely it's a worldwide link and it's a link that links also throughout history yeah and really happy that say the public tv is now doing historical films tv films and so on that tels the history from such austral nation viewpoints i think this is very important for time to be a transcultural nation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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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at's all yeah 嗯 yeah Gracias in in me m n 上去年在疫情开始的时候 对你的工作有什么影响吗 蛮大的影响 之前我都可以睡到八点才起床 那但是现在我都变成很早起 像今天六点半就起来了 那起来就做菜 但为什么六点半起来 是因为第一场会议 以前都排八九点 但是疫情的期间 第一场会议常常都排在七点 那七点当然在防疫严峻的时候 那是一回事 但是即使不严峻 我还是几乎每天七点都有会议 为什么是因为那是美国的东部 不管是北美或南美 跟我们重叠的 几乎可以说唯一的时间 尤其如果美西的人也要进来的话 因为我们的晚上 班晚也可以 但是这样子就很难同时照顾到美西美东 美西美东都要醒着的时间 真的只有我们一大清早而已 所以我就变成非常早起 对那就变成7 to 7 就是七点是跟美东美西 那一直到班晚七点 就是跟欧洲跟非洲 那一天大概要跨四五个市区 我不知道你们之前是不是也是有这样子的经验 对我是很新鲜啊 我们之前 因为我们通常都是远距公司 但是在过去这一年的时间 我们真的 因为我们有很多的合作的伙伴是在美国 我们在美国有经纪公司有唱片公司 然后现在我们正在安排一个明年去美国 93天的巡回演出 所以现在我们可以体会你说的 只有可能每一天大概只有一两个小时是大家都行的 对就很善用那一小段overlap 对然后跟欧洲的话又不一定 有时候是美国欧洲跟台湾一起就会很难找得到 那就一定有一边要熬夜 对 她好像是我们要熬夜 是吗 她说 她 needs to wake up usually she can wake up quite late but after the COVID she needs to start working at about 7 o'clock because that's when you get people from the east coast of America and the west coast of America they both awake and that's probably the only one hour we can get to meet online and we're the same we've been organizing a big concert tour and with the film we get our film touring as well through America so we've been having a lot of those things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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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 do you decide to wake up earlier or do you stay up late which would be necessary if you work with Europeans okay it's usually what works best for them yeah we will stay up if we have to okay wow ok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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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o ok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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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 ok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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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t's love it 你跟家人相處的時候 你會做什麼活動嗎 嗯 那很多啊 對呀 會啊 有 有 會去海邊散步 然後會聊天 然後其實現在我在做的很多事情 像我們的視訊其實都有在網路上公開嘛 那公開了一貼到像YouTube 我爸媽其實就會看 也不需要我特別貼給他們 他們隨時都會看啦 所以我禮拜天回去的時候 這個就會 像我阿嬤的時候也會說 這個你日文講的不標準還要練啊 或者是說話講太快了 要慢一點啊 或者說哪裡的哪個比喻用得很好啊等等 所以是有點像是這個每個禮拜 其實要說不是工作 也是有一點在工作那種感覺 對呀 所以你做的音樂 因為我剛剛說過 我只是在說話講 和 speeches 我給我 我的父母 和我父母 都像是藍衣 当我回到Danshui上,他们会直接告诉我什么他们觉得, 很坏或坏,很坏的谈论。 会你的家庭做同样的事情吗? 你听到你的音乐吗? 是的,当然他们会。 我的妈妈是很坏的。 她说她说她说她爱听我的名字, 她说她想说她,她说我认识是什么? 她说我认识是什么,她说她说的。 对我认识是什么? 如果我们的两个人都在讨历了, 他们在讨厌, 我们的讨厌, 在讨厌, 贸易有关系统统, 我们的艺术华人们也有一个艺术的艺术 我们对我们的艺术华人们有艺术的艺术 和艺术的艺术 我们希望我们的艺术会发展到我们的艺术 和我们的艺术会表达我们的社会 和我们的艺术的社会 我可以留意你的歌曲 在那一步的歌曲 是的,我可以一定接受到那些歌曲 我听到你的歌曲 和你的歌曲 你也有首歌曲 也很漂亮 我认为这些是很棒的 它真的让你一个人 在一种的中心 在一种中心中的中心 但也在一种中心中的中心 在XXX,超一切的ako文化 整理人物流行 全世界都是公开的 I think it's all absolutely interwoven We can't separate ourselves from cultures And culture is,ing our relationship,of the internal relationship to our external world Mh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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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社会和社会的社会 一定的 i got that you sort of triggered my thoughts on that when we saw you give a talk at the Taika TC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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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世界上的現實現場 對 你提醒過 在未來 有更多 我還不記得 我可以說 這些技術 會探索這些關係 我們看到 我們會看到 對 我叫它 對 不是 對 不是 不 不是 我們 不 我們 從 的 世界 人 and so on and and that enables us to feel this holistic connection because there's no borders on earth if you look at us from outer space oh yeah yes yes yeah i actually have that uh vr camera like right here and um yeah i just had a conversation with xr space the people who made this device and i share with them how this enabled me to actually work with a artist in new museum in new york and we both put on these glasses and it requires no controller so you can control it by hand and i put it on and he put it on even though we're in different time soon uh soon we are side by side at a matterhorn mountain and that's in switzerland and then because of this shared reality we're able to explore a lot of like common feelings because people get a feeling of like feeling of sublime when they look at the jade mountain or matter home mountain and that's something i think digital can really help us to realize that we do share the planet by just dropping us to the same point uh in the planet wow wow that's inspirational and these are the themes we're bringing into our new project as well oh yeah awesome really good yeah really grateful for that so we've been able to bring together musicians uh from this australian diaspora connection time long from mauritia and madagascar or new zealand um tahini um solomon island oh wow yeah many islands so we're doing virtual songwriting right now and talking about the issues which um okay so it's it's all virtual right people create such uh songs and so one and you share it on the internet yeah and everyone may know that this is the hub we're actually keeping it together okay and then we're employed filmmakers in each location to film and performing in nature okay but then also developing a concert which we hope to and will will be premiering that in in taiwan before we take it for in january next year before we take it to america for a major three four month tour of university wow the university performing arts that is across the u.s cool so a mixture of the music their cultures following their cultural lineage so we're talking about relationships to cultural relationships nature over generations just really about the environmental issues the climate issues mm-hmm coral bleaching which now we're noticing with people sharing with their first hand experience here in taiwan very and and then also the the theatrics of both the theater the music the image you know lots of leaf experience through storytelling because there's a lot of a lot of most of the people get so um we're working with this partner in the u.s they actually you know having having to hear someone's first hand experience is very important and to to um connect through music and and our artists can play a role in that so yeah we're really excited about the tour yeah that's that's awesome yeah for larger continental nations i guess still some people feel climate change is still one or two generation in the future uh they may or may not be wrong but uh people on on islands on the other hand it's definitely this generation we can feel it very clearly in the past decade in taiwan um everyone noticed uh how hot it became uh how much uh you know rainfall in extreme cases but also the lack of typhoon last year as like everything is changing and and people do feel that more so i guess on islands yeah yeah so our hope is to is to help with the cultural shift the cultural change so and that when we embody that in our personal stories in our society stories you know through our cultural connection then that leads to sort of that you know the government that sort of the policy changes to support societies to support our national narratives our regional narratives and i mean we're artists so this is what we do we make we make yeah but the political changes really come from the people and that's why um i feel really inspired when when you share the idea of the gov oh yeah gov zero the g0v yes like fork the government wait time for united thank you that's all we need for this world yeah that's right that's right yeah i think for for many government services there probably exist more participatory ways of doing things but uh without this internet connected space uh too often change makers feel that they're alone in realizing this alternate visions so i guess gov zero with it's uh i guess eight thousand nine thousand people now uh online is this just this community like a tribe that anyone with a new idea of how to make mass creationing map available of how to make a pokemon go like game so people go to water refilling station rather than buying new plastic bottles or things like that can find natural allies uh on the online tribe yeah yeah there was really inspiring and it's a sort of idea too which you know you and taiwan can export to the world i mean i'd love to do that within australia but you know the australian public could engage with with policy and government which ultimately is the people together my choice for that how we structure it and that's the song that we can do that excellent 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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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诗人那也自己写写他的歌嘛 那所以我会翻译他的诗作 翻译他的歌那成中文 然后有时候也会自己唱 但是我现在比较少从头创作了 大概都是翻译比较多一点 那最近立法院有一位委员叫Freddy Freddy Lim 我们认识很久了 是很好的朋友 那他要在高雄有一个叫大港开唱 那他就邀我就是担任他的和声啊 那所以我这阵子就是有在练团 就是我自己录 那录了之后把录音档 就是公开抛弃掉诸作权 就是释出 那他们把它混音变成 我好像机器的那个机器人的声音 那变成一个电影版的闪铃的一个和声 我觉得很有意思 对那我会这样合作的 一个原因也是要推广 我们叫Creative Commons 就是开放的文化 那所以他闪铃这样子混完音之后 最后的这个版本 虽然他会在像iTunes Spotify 这些都会播 但是他也允许说非商业的运用 那任何人都可以remix 都可以去混搭 混搭完之后 那一个像维基百科一样 也要允许别人混搭 那这样子的话 有不同的想法的人 就可以一直这样子运用下去 就跟Wikipedia一样这样子 对 然后再看我 明明我们做的小伙伴 并 大线争扇 那野伯 那是精神的 我们将它转移 我们可以重新者 进入营业中心 我认为有些人,像《Sonic》,《Desk Metal》,我认为了一个合作的合作, 他们选择了一些不公开的合作, 即使是在《Wikipedia》中,有人在《Remix》中,也需要让其他人在《Remix》中, 但如果使用它在《Commmercial》中,你必须要求用它。 但是,我认为你试图了什么这样子之前吗? Yes, I did research really thoroughly, and I absolutely believe in the creative commons, but our complication is that we're working as Indigenous cultures from different places, and we have to account and work through their protocols as well. Of course. So before we can make something available like that, we need to know that there's appropriate cultural protocols, you know, so that's the complication that we can't make each other. Yeah, but I was referring to whether you use samples from creative commons works in your work, like not necessarily licensing your own work or the Indigenous work, but whether you use materials from the commons. I have different projects in the past, but the whole theme of our project was to re-envision that whole sort of creative process. That rather by using a sample, which I have on many projects, we actually went to the source of where that sample came from, to meet with that musician that represents the culture, that is the cultural carrier of that sample, and record with them in the place where that sample comes from. Ah, okay. Sample getting an instrument. Yep, yep. It could be the quakang, the joha from the people of Taiwan. And so we went to a guardian, a custodian of that particular instrument, and we asked them to listen to other songs from other islands, and to improvise their culture with their culture with time. Right, right, like a dialogue over space and time, yeah.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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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s. To, in a sense, like reunite that Australasian heritage from Taiwan that spread across this huge bridge in the ocean. So, this project was all about actually going to, respecting the culture of the samples, actually going, I mean, we could just go in the studio, but the narrative of actually going there and doing it speaks about, you know, our relationship. Mm-hmm. Mm-hmm. The cultural lineage. Yep. Hopefully that whole process makes us all think about our own cultural relationships. Yep, yep. That would be connection. Mm-hmm. Yeah, it's like an audio encounter that goes like literally back to the source, not just a sample source, but the source of that culture. I think this is really powerful. Yeah. But then, in the end, it's just a song people play on Spotify. So, whether that depth of, you know, the process and the thought and behind it. But then, that's the nature of the world and art. Yeah. Mm-hmm. Coming through the thinking. Or, that's why we made the film too. So, with the film, you can watch the musicians playing those instruments on their, on the very land where it was shaped. Mm-hmm. But then the songs, they might be a hip-hop song, it could be a reggae song. Sure. We didn't, we didn't tell anyone what to do or what to contribute. Mm-hmm. We didn't want to, for our perspectives to get in the way of, they're, they're nice. And so, we just said the only rule is only the instruments and languages from, that you represent, that you have the agency to, to, to play. Because, you're from that culture, you grew up in this place, you speak the language. And how, that you, I had a choice to, to learn these instruments. Mm-hmm. Yep. Awesome. And then, the next album's a little bit different. We're getting a bit more brain so the artists can make more decisions to bring out the instruments in. So, would you do, do another round of dialogue after the publishing of all those different genres and so on, so they have the chance to respond to the ones that recorded after they record? They, they're, they're doing that at the same time. Okay. We're also discussing, they're, they're uniting on different issues. Ah, okay. So, it could be the coral bleaching, another one being a social issue is, is, uh, slavery. Ah, okay. In Solomon Island, people were taking the slaves to Australia. Yep. In Mauritius, the people of Mauritius were, it was a, a slaving port, and probably Madagascar for the reason. And then there's a song, um, Amin's singer-songwriter, she's writing with a Tahitian singer-songwriter, because they, they both can see coral bleaching. Ah, okay. Mm-hmm. There's another one, a song about sea level rise, which, um, started with a poet from the Marshall Islands. She was, she was the youngest, uh, delegate at the COP21. Ah, okay. Okay. Yeah. Mm-hmm. She, she wrote a poem about, um, her experience on the island, and the musicians in, uh, Solomon Island and New Zealand, they're writing a song, um, based on that. Mm-hmm. Okay. So, what I'm hearing is that the shared experience, rather than any particular genre or artistic direction, uh, shapes this collaboration. I think this is beautiful. Yeah. Yeah. Because they also, they're bringing their cultural musical, but also their contemporary tastes and styles as well. So, it is going to be amazing.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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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genre, the sound, the musicianship, the level of performance is such a beautiful singer, and unique. It, it's not going to be like any other music ever produced. Really looking forward to it. Really looking forward to it. Really looking forward to it. That's cheating right here, in this place. He said that that's here, this is the house where we'll come in. That, that, you know. 你之前有在卸程式 对 现在还有啊 现在也是 那你现在又要去立法院啊 又要卸程式这样子 因为我在立法院我是政委 所以我其实是院长的幕僚 我给院长精神支持 但是我不用上咨询台的 所以我在立法院就 那边5G网路也很快 所以我反正也没有别的事做 所以有时候就会在立法院卸程式 嗯 我想请教 最近我们台湾的中医药界啊 是 很多团队 那个 发 那个 研究 那个青冠医药啊 对啊 我有看到那个报导很厉害 对 他就是可以缩短那个疗程嘛 对对 而且做鼻子的那种 治疗的话 其实好像效果不错 所以一直以来好像我们 我们医药界对中 中医药好像 是比较严格 那我们好像 那个卫福部这边 对于他们的研究 对于成果 好像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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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办法很快的这个让大驾在台湾医院啊或是森索来利用 可是国外好像已经很多人跟台湾近了 甚至甚至申请专利啊 对 我有看到报导 对 不过如果是以清冠医药来说的话 他在其他的一些国家 好像像在新加坡也有已经上市嘛 那有些他要改名 因为就不希望他宣称疗效 那但是如果他要真的是要就是宣称疗效的话 我的经验是说他要有一个比较完整的人数比较多的实际的这样测试的过程 这个中西药是一样的 那但是在台湾大概就是没有几个这个COVID的案例真的可以来测试啦 就他们研发的时候可能还有但是后来就几乎没有了嘛 就只有一些零星的境外的案例 所以我想在台湾确实不容易做这个实验啦 但是如果国外有做的话 另外一条路就是从国外再回来嘛 透过交叉承认这样的方式 对 这次是很很幸运啦 就是我们没有那么多可以实际来验证的 就表示我们疫情控制的很好 那在疫情的期间那个 如果有些网友啊 就像称你为天台大臣 那你这样子听到这个会有压力 不会啊 我觉得这就日本的朋友这个发明了一个标签嘛 那这个标签因为跟我没什么关系 我是政务委员啊 大臣是你知道有天皇才有大臣嘛 我们这边没有天皇没有大臣 那所以我会觉得说他是拿我的名字去 好像杠杆他们的内阁 然后去督促他们的内阁说 为什么还不做数位转型啊 为什么不做行政改革啊等等 那跟我的关系不是很大啦 我就是好像一个动漫人物一样 就是被借用这样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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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为你先来认识 您是我们的一位 您是第一位的支持 您的 您的计算就是你的 您的计算是对于您的 您的计算是 我们从政府 您的败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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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s people with respect for people in Taiwan and respect for people like me who are new to the nation and supporting us as well I often have a lot of gratitude that I'm here and our experience of the pandemic has actually been for us it's been a good opportunity to stop and watch the seasons go by and connect with this beautiful country and which I'm proud to be here too I just want to thank the government Well thank you and everyone who did put a mask on who did work with the quarantine I mean I can help getting people the mask but it's up to each individual citizen to put on a mask and wash their hands so this is really a all of society approach we often say thank Team Taiwan and to me Team Taiwan is literally 23 24 million people so yay Taiwanese people yeah yeah I have a question 是 去年的疫情開始的時候啊 台灣都人心惶惶 在整年度裡面你有曾經受最大的壓力 是什麼樣的體驗嗎 嗯我有一次蠻大的壓力就是2月6號 口罩實名制藥局正式上線嘛 那鑰匙當然很辛苦 那很多人排隊 那民間的朋友可能大家已經知道 吳展偉江明宗等人寫了很多地圖的程式 讓大家第一時間手上拿個手機 就可以知道前面的人排隊刷了健保卡 買了兩片口罩兩片口罩 這樣大家就不會慌 因為大家都知道說哪些藥局有口罩 還好嗎 好 ok 那因為這樣的關係我們當然當時就上線了 但是我不知道的是很多的藥師在那時候也有他們自己的群組 那他們就要發號碼牌 所以早上他們不是拿健保卡刷了發口罩 而是拿健保卡放在藥局中午慢慢過卡 然後請那個拿號碼牌的民眾 傍晚再拿號碼牌回來換口罩跟他的健保卡 那這樣子一個發號碼牌的創新跟我們口罩地圖的創新 個別來看都可以省時間嘛 但是兩個加在一起就好像可樂加曼陀豬一樣就爆炸了 因為你從地圖上看那些發號碼牌的藥局 他就是一片都沒有賣 然後到中午突然賣光了 然後那這樣子看起來就很像就是暗鋼 那所以就出了很多這個爭執 所以就我附近還有一家藥局 他在門口就貼不要相信app 驚嘆號 那所以當然我們就是協調這個app的 我們看到的就是玻璃心這樣 那後來我就這個當天有睡狗深呼吸 然後強化我的玻璃心 然後走進藥局然後跟藥師道歉 然後說那如果你是我的話可以怎麼樣改比較好 後來我們就一起改了三四個禮拜 最後讓他們按一個鍵就可以消失在地圖上 然後有不同的時段的拿號碼牌跟賣口罩的顯示的時段等等 但是一下子看到那個不要相信app 驚嘆號 真的是很需要深呼吸強化玻璃心 才能夠走進那個藥局去去問說 那真的對不起 那我們下個禮拜四一起來把它做更好這樣 鄭偉我們全家人都歡迎您在疫情結束的時候 您帶著你的家人來到我們這邊 好啊沒有問題沒有問題一定非常非常高興 我也很高興這一次有機會吃到你們做的披薩 至少有一小部分的這個色香味有傳到這邊來 真的很好吃 好 好謝謝謝謝 下次就真的面對面見啦 謝謝 謝謝 OK 拜拜 拜拜 Maybe you have to come sometime and for our pizza night 對嗎 Yeah I just said yes I just said yes When this is all over like Covid is all over and I'm more free to travel I'll definitely make a visit Yeah It's great we get the things up and going we all sort of share what the projects we are working on at the moment We sit under the facade Beautiful 那是很棒的 那是很棒的 我们在这些东西吃饱了 OK OK 等 then I have your pizza which I'll eat now after the filming and with this this rice I think this rice is from hua lian from fu li because you talk about the source of the components right so this rice came from our 青年资讯委员会 National Cabinet Level Youth Advisory Council and one of the youth advisors invited us to hua lian and then they printed this package for the rice specifically for that encounter for that meeting so that when I eat this rice I will think back to hua lian and fu li and so on so let's do more of that more storytelling and connecting coach us together right awesome 刚才那个一开始的时候 风音比较重啊 所以我们把前面那个问题再重问 好啊 那就是您自己平常会做饭吗 嗯好 我自己现在大概一大早六点多起床嘛 那起床呢就会开始做饭 但是因为我常常七点就有第一个视讯会议了 所以我也没有那么多时间做饭 所以我就把做饭里面比较花时间的部分 就是洗菜跟切菜 我就找了一个我们的新创团队 在我们社创中心 它叫做想除好食 所以他就会把食材这样子切好也洗好 然后呢甚至还有很漂亮的这个食谱 可以一小步一小步的教我怎么样子料理 那上面就会写说 葱烧豆腐只要十分钟 蚝菇只要五分钟 那我就一个一个丢下锅去 那我会自己调整嘛 少放一些油 少放一些盐等等 那但是这样子就一下子就做出来了 那我今天早上做菜的时候 就一面听这个就是 small island big songs 那大概放了三首歌啦 大概十五分钟左右的时间 我就都做好了 看看, 只有三首歌 咱就一会儿 或许多了 知道你会更好解决的山坛 如果下一首歌 可能来一次 可以更好中的耶 对 thirteen 这一首歌 那是整首歌 那是整首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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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ぜひ来 谢谢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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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谢谢 - 这个形式对你来讲有很特别吗 - 还是你觉得感受怎么样 - 这种视讯吃饭的方式 - 以前视讯吃饭的时候 - 如果不是好比方说我妈她做了便当 - 我结冻然后吃 - 就是像我的同事说 - 那她去点个菜 - 我在这边点个一样的 - 但是这是第一次即时的冒出一个披萨 - 这个是很有意思 - 因为感觉就是它是 - 我之前没有料到的 - 然后就真的好像我去他们家做客 - 主人突然端上一道菜 - 这样的感觉 - 这个是很有心意 - 那我再声音一点 - 那我认为你有提到一个蛮感人的 - 就是你跟妈妈或是家人 - 视讯吃饭 - 你可以稍微跟我们都回答一点吗 - 那是都会在吃饭时间视讯啦 - 但是不一定就是会在视讯的时候 - 一定要一起吃饭 - 这个要先讲在前面 - 但是吃饭时间视讯确实有的时候就聊一聊 - 然后肚子饿了嘛 - 那就很自然就开始吃点东西 - 那我觉得一方面是说 - 这让人跟人之间的感觉 - 可以透过共享相同的食物 - 然后就好像串联起来 - 又可以回忆到说 - 这个食材在哪里买的啊 - 好比像说我妈的食材呢 - 当然都是主妇联盟绿主张共同购买啊 - 所以她给我的那个保冷袋 - 其实刚刚那个画面里不知道有没有出现 - 那个也是主妇联盟大概二十几年 - 三十年前了 - 的就是共同购买第一批的这个保冷袋 - 所以我觉得那个就是可以去回溯到说 - 她在我这个年纪的时候 - 或者甚至比我还年轻的时候 - 她做了哪些事情 - 那这样的话只是吃一顿饭 - 但那个好像历史的这个长廊 - 这个历史的纵神就变得非常的深厚 - 最后一个问题 - 因为我发现你很喜欢把 - 比如说两种不同的茶加在一起 - 或者是食物它是融合的 - 音乐也是两种不同的混在一起 - 为什么会喜欢做就是这样子融合的感觉呢 - 对 因为我刚刚有提到一个概念 - 它叫做transculturalism - 就是跨文化嘛 - 跨文化就是说 - 我本来在一个文化里 - 但是我长大之后 - 我学习从别的文化的角度 - 来看我成长的地方 - 那这样子的话 - 我本来有一些盲点啊 - 本来有些自己看不到的地方 - 忽然之间就可以看得到了 - 所以这样子互相切磋 - 互相琢磨这样子的关系 - 我觉得这确实是 - 我们现在尤其在台湾 - 有二十几种国家语言嘛 - 那这就好像是他们的音乐里面 - 把特别是原住民族的各种语言 - 各种文化把它串联在一起 - 这样我们对于台湾 - 甚至台湾连到其他的岛屿的想象 - 也就变得非常的丰富 - 非常的深厚 - 有没有什么话要跟这些人夫妻 - 有没有想要对他们夫妻 - 对对对家人 - 是是是是 - 那这次很高兴能够吃到你们的披萨 - 而且也透过视讯呢 - 看到大家生活工作的这个环境 - 我觉得生活跟工作都在自然里面 - 这真的是非常的棒 - 那我也非常的期待 - 那在接下来 - 我们整个疫情都过去了 - 我也比较不那么忙了 - 那这样子我们就可以真的面对面 - 一起吃一顿饭 - 甚至我也可以煮给你们吃 - 可以了 -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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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谢谢